大家好,我是什么东西东西典的Chels 喜闻乐见的Mic Apps推荐迎来了第二期 咱们在这一期里聊一聊并没有什么人推荐的 但是真的能够极大提升我们效率的软件 上次的快捷键那一期 咱们说了苹果自带的录屏截屏软件特别的强大 但是就有同学在问了 说怎么能够录制机内的声音呢 这一期咱们来补一下 就是需要在Github上面下载一个叫做Black Hole 就叫做黑洞的虚拟声卡 然后在进行录屏的时候 在Mic的选项里边选择Black Hole就可以了 这一次咱们介绍了Green Short X 录屏的时候可以直接选择录制机内的声音 还是录制Mic的声音 可以说是目前Mic系统里边最为强大的 录屏录像软件了 除了传统的录屏截屏功能之外 它还能够单独的截取某一个窗口 并且使用透明的背景 进行长截屏 只需要顺着窗口往下一拉就OK了 定时截屏选取了选取框之后 5秒钟到几时完成自动截取 还能够直接录制生成GIF动画 并且还有类似之前我介绍过的 TagSniper的文字识别功能 在众多的这些功能里边 我最看重的其实就是两点 首先截图之后强大的编辑功能 可以简单的标记步骤 上马赛克高量文字 还可以突出重点区域 如果你需要给家人或者朋友 发一些指导性的步骤 这些功能结合起来用 都会让视觉看起来更加的清晰易懂 其次在录制屏幕的时候 不仅能够隐藏桌面的图标 还能够自定义背景的颜色 记录了所有的按键操作 同时还有高亮的鼠标点击显示 这就让分享教程类的录屏 变得更加的直观 节省时间并且有效 总之这100多块钱 发的是非常的值 2.Sound Source 大家在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大部分的显示器 是无法通过麦克自带的控制中心 去调节它的音量的 比如说我这款外接的两个显示器 一个是局链的LG 一个是通过HDMI连接的滑术 都无法进行调节 但是通过Sound Source这款软件 不仅能够调节两台显示器的音量 还能够自定义某一个程序的 默认输出方式 比如说Safari的视频 可以在显示器的音箱里边输出 而音乐的软件的视频 则可以使用自定义 Micbook Pro的音箱进行输出 还有一个EQ功能 就是可以自定义输出的均衡器 让声音有着不同的表现 由于这一块我并不是很专业 就不斑斑闹斧了 全当抛砖引玉 期待更加专业的小伙伴们 能够给出更详细的教程 到时候记得提醒我 让我抄个作业 这一款是完全免费的 上了岁数就容易忘事 这款APP可以帮助你随手记录提醒 用户体验的设计也非常非常的好 按住软件往下一拉 就可以看到倒计时的时间 和提醒到达的时间 比如说我要定义一分钟之后 提醒我喝口水 只需要往下拉一小段距离 再松手就可以跳出提示框了 Menu Bar上面还会显示倒计时 同时还可以跟iPod的提醒功能进行同步 即便你离开了电脑 到了时间在iPhone上面也会出现提醒 对于要定时抢东西的朋友 尤其有效 我就是因为老婆没事要抢一些玩具 什么拉布布之类的 才发现了这款APP App Store里边就能下载 25块钱也还算便宜 四 File Cabinet Pro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就是Mac的整个屏幕铺满了窗口 想拖动一个桌面上的文件 到聊天窗口或者其他的APP里边 得一顿操作才能够完成 这款APP就是在Menu Bar里边 放置了一个永远置顶的仿达窗口 比如说我在Final Cut里边正在编辑 那这会想要一张截图 就可以直接点击上面的APP足标 然后从编栏定义到文件的位置 直接拉到资源库里边就行了 那跟仿达的操作一样 可以切换显示的模式 对文件进行 从重命名删除拷贝等等工作 五 U-Ink 老牌的拖拽APP 屏幕上面看到的一切东西 都可以拖拽到里边 比如说这一段文字 选择好之后拖拽 暂存框里边就会形成一个TXT的文档 那网上看到的图片 不用另存 可以直接拖拽进来 并且啊 你可以点击文件边上的图标 锁住这个文件 这样就可以反复的拖拽到 任意你想要放置的位置 或者文件夹里边 和我之前介绍过的Dropover功能呢 是类似的 但是我选择它的原因就一个字 懒 Dropover拖拽之后 还得再晃动两下 那这个直接拖拽就可以了 并且啊 它支持的联动会更多一些 比如像之前介绍过的PopClip Airflat等等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 还请您给点赞 投币 留言 转发 这对我真的非常有用 多谢您了 那下回呢 攒够一波视频 再来跟大家推荐实用的 啊 那么咱们下期见